没有了 好我把录像打开了 好的好的好的 那咱们就开始了啊 嗯好 好啊各位同道啊 大家啊现在好啊 因为我们世界各地啊 所以这个是我们使大家现在好啊 我们今天呢继续我们抚刑局要法初级啊 五脏大小鼓械二十四方的学习 那么今天呢是继续学习新火门啊 我们新火门呢啊是整个这个抚刑局前半部分 这二十四手方里边这个最多也最复杂的一门啊 因为它包括了你看前面是不是有大小泄心煲汤 大小补心煲汤 然后呢今天呢又有这个大小泄心煲汤 那下一次呢还有大小补心煲汤啊 跨过去了就没有没有什么问题了啊 我指的是第一部分啊这个二十四十方的这个这个 这个五云六七这部分我们先不说就说前面啊 这二十四十方这部分啊 那第一个难点呢就是那个那张图啊 唐叶精法图你先给他弄明白了 我想现在大部分学员应该没有问题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五十位药精啊五十位药精呢 那他又分成金石药二十五位和草木药二十五位 那么这个金石药的二十五位 实际上我们现代的冰床几乎很少用 只有几位个别的药物啊 可能还会用的多一些什么石膏啊 花石啊之类的啊 除了那几位啊有限的药物 我们其他的金石药二十五位几乎是不太用的 那么重点呢就大家要把这个草木药的二十五位药精啊 给他掌握了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第二个关 第三关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新火门啊 新火门呢一定要把这个就是新的这个这个新和新包 给他分清楚了啊 就是不要这个这两个分不清楚 那就不行啊 因为有些同学啊 前几天啊 已经这个过不及待的问了 所以我已经回答了啊 相信大家已经有一个初始的这个概念啊 就是啊 这个新有熟火和熟土的问题 在我们后世中医 我们是不太考虑这个问题的 比如我们现在 假如说啊 如果我们大多数学员都是在课班出身的 在大学或者是其他层次 只要是正规的这种中医教育 我们都是从中医基础理论第一课开始学 那里学的时候 他没有什么讨论 他没有给你第二选项 就是新就是熟火啊 所以我们也从来没有想过啊 新还会有熟土这个问题吗 还真是有 你要你要是想把复刑诀学好了 要想把京方派学好了 要想把五云六气学好了 这个新属土的问题 一定要弄清楚啊 否则有一些理论是无法理解的 所以我们上来就要解决的 就是这个火土一家的这个问题 火和土为什么是一家 所以我们上次课一上来 第一堂 第一个问题 我先抛给大家了 就是咱们来一个哈姆雷特之问 to be or not to be that's a question 心到底是熟火呀 还是熟土啊 然后呢 我给大家给出这些原因 他这个原因是很复杂的 一个是他就是政治 社会文化变化的因素 然后还有一个他内在的东西 就是这个五云六气的这个因素 五云六气的 它实际上是有天文学的背景的 为什么新属土 那么我们把前边的这个 因为这个问题特别重要 我们简单的再过一遍 这个汉朝的德运 是经历了西汉的这个最开始 刘邦创务的时候是水德 然后呢又经历了土德乃至最后是火德的变化 这种变化 是影响到的社会的各个方面 那中医绝不会置身事外 那么我们学习的复刑爵 他是我上次做了比喻 他是汤叶经法的大儿子 那伤寒杂兵论是老二 那么他继承了汤叶经法 汤叶经法是在西汉时期的书 这个时期中医认为心属土的 那么到了东汉的时期 心属火的学说才开始普遍起来 所以我们又看了 从这个就是古代的这些经典 我们可以看到 为什么还这样 比如说许慎的这个书文解字里面 你看他就直接告诉你 人心土葬 心属土啊 是不是 后来他又后边说 这个博士说以为火葬 这一派的哪个博士 董博士是吧 就是我们这个提倡这个霸出百家 独尊儒术的这个董祝书先生 他倡导的这个金文经学 因为这个两汉有这个是经学 就是为主 那么他倡导的是金文经学 他认为这个心属火 那么这个刘欣呢 以为代表的古文经学 他们这一派是顺成了古文上书说 认为呢 心是属土的 所以呢 在陶宏景之前好几百年啊 就已经有两个不同的学说 心属土而心属火 那么陶宏景呢 是把这个两个学说都接拿过来了 然后他应用在这个复兴诀里面啊 我们再看这个经典啊 《黄帝内经》 我们四大经典啊 最重要的这一本理论上的最重要的这本书 那么你看 他把这个心的这个位置提的非常高 心者君主之官啊 心者五脏六腑之大主也啊 我上次也说了啊 在内经当中 这个五脏六腑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心 那么我们四大经典的第二本书啊 《南经》最重要的 五脏六腑最重要的不是不是心 而是 有位同学是不是做一下静音 哎好 谢谢您 讲到哪了 讲到内经 《南经》是吧 《南经》呢 它是把这个五脏六腑当中呢 最重要的啊位置让给了命门啊 所以《南经》和《南经》是一顿啊 怎么说呢 互补的经典啊 啊 那么《南经》呢 也补充了《南经》在理论上的很多漏洞啊 所谓他们是相辅相成的 那么从五脏六腑来说呢 《南经》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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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经》的这个命门就成了一对啊 重要的双方悬啊 那么我们这个俯行诀呢啊 在在就是在这里的就是这个心属火 心属土 实际上他是全给他继承了 但是呢 他怎么继承呢 大家看看啊 他是这样啊 心是属土的 在这儿 这五脏六主 五脏六腑 这大主的时候 他是说 你要心属土啊 这个是说的是军火的问题啊 但是如果他说这个心包的 这个项火的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是把它定位于火 所以心属土 心属火的这个问题 简单的说就是心属土而心包属火 或者我们说军火属土 像火属火啊 这样就容易记忆了 对不对 好 我们再看看下一步的我们这个心火门啊 军火 像火 两个火要一分为二 是吧 前面还是这个五脏病症 这个这个文啊 这个他的体力都是一样的啊 先是症状 然后再给出针灸和中药的建议 症状里呢 又是从心到身啊 先说这些精神情绪心理 然后再到躯体症状 古人很早就是啊 心身医学了啊 心心身医学 好 我们看看他的这个前面的这个心火门的 这个概论的这部分啊 昨天啊 前天是吧 有一位我们的学员里边就说 哎 刚讲完就在这个临床上遇到了这个情况啊 心虚得悲不已啊 一上来就哭了啊 所以这个这种病人 呃 在在欧美应该都是非常的常见的 呃 那位学员是不是澳洲的 我记得是澳洲的学员 因为我没有去过澳洲啊 但是这个五文六七呢 这个澳洲呢 就是在很多地方跟我们这个北半球 它是相反的 但是有的地方 它是是一样的 但是澳洲呢 这种它也是一个英语的这个国家 是吧 所以它这个很多地方还是顺成了这种英国的啊 这种文化 它的语言是一样的 思想几乎也都是一样 现在 啊 这个 跟中国这个打这个口水仗啊 这些 他们自己民族的人的帮自己说话 尽管这些人 无视啊 这个 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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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洲的这个军队啊 当初在这个阿富汗犯的这些反人类罪行 还要这个中国道歉啊 我觉得有点啊 恬不知耻了 标准的双标啊 不好意思啊 这个 涉及到政治了 我们改回到啊 正题啊 我说现在你还不知道 这个如果用真的话 你还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个心虚和卑鄙的情况 那没关系 我说你先给他开上药 我们这不是有这个中药了吗 也也也也讲过了啊 你直接给他开个啊 小五心 看看是不是会管用了 对不对啊 还是要要我们的这个啊 就是小补上次讲的小补心包嘛 开个小补心包汤试试啊 或者我们在讲完这个小补心的时候 你看看哪个更合适呢 我觉得小补心心包应该已经可以了啊 所以啊 辅行觉得这些这些总论理的部分 实际上他都是顺成了 继承了皇帝内经 啊 所以吧 军火和向火啊 军火呢 他就是在上啊 我经常给这个我的患者讲 我就给他们举个例子 啊 你讲军火说不清楚 我就跟人说什么呀 你这个 这个新的功能实际是脑子的功能啊 他呢 相当于我们的这个照明的系统啊 还有就是 这个CPU的这种运算的系统 那么项火是什么呀 我跟这个人 这个我的患者啊 因为他们都是啊 这些西方人吧 我的患者95%都是西方人 这个中国人他特别的少 偶尔有个中国人啊 项火就是什么呀 你就是一个是你的这种 heating system 就是这种啊 家里的这种取暖的兴土 里边这boiler啊 就是这锅炉 另外一个呢 就是你这个做饭用的 这个cooking的这个 这个这个做饭的这个 这个能量的这个来源啊 就是你的这个锅呀 灶啊 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军火在上啊 向火在下啊 上面是发光的 下边是发热的 上面是主神明的 下面是主温序的啊 这样他就把这个火一分为二啊 但是啊 还是从五行土性 五行的属性上 他有一个变化 这个变化 如果你不清楚的话 腐行觉这块 这个关你是过不去的 一定要把这个弄清楚啊 军火是属土的啊 项火是属火的 所以我写的是 新土军火和新包项火啊 呃 在这里呢 我也提一个事啊 就是什么呢 呃 这个 这个 这些年呢 就是研究腐行觉的人也很多 或者呢 呃 研究其他的领域 但是最后也要涉及的这个军火 项火的这个问题 呃 我以前听过的 有些老师啊 这个实际上是讲错了啊 因为他们最后最后没把这个分开来 你们不分开来 这问题始终是一个纠缠不清啊 没无法理解的问题啊 这其中包括我的一位非常尊敬的老师啊 就是我的老师啊 啊 他讲错了 他就讲这个什么呢 他在讲这个用用药的时候 他就是说这个哎 不是有了新火吗 我们应该怎么去啊 降这个新火呢 他说这个你就应该是用土去来来就是补这个土来降这个新火 啊 这么讲 因为他没有把这个新新就是军火和项火分开来 这样实际上是有问题了 实际上因为我们这个就是这个抚行爵讲的是就是啊 活土一家 他们俩活土一家 他主要的这个时候 他是应该同补同泄的 如果新火旺了 你应该是泄皮土 如果是新火不足了 军火不足了 你应该是补皮土才对 那么我的那位老师呢 他就讲错了 他说你这个新火旺的时候 你是火旺了 你应该用土 你土上来 他就把那个火给盖住了 他就没那么大了 他是这样讲的 他是用一个好像似乎是我们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个小常识似的 这个来了火了 你可以用水浇 你也可以用土给他埋上 但是实际上这么解释是不太合理的 我们接着往下看 那么我们今天就是小谢心和小五心 这只是心啊 不是心包 心包我们讲过了 心包那是像火 那是熟火的 我们今天你看我这个这里标的心的颜色是土色的 好 小谢心汤 辅行诀 藏福音教法药 整病稿 小谢心汤 致心中猝疾痛 斜下之满 气腻功 应被肩甲肩 不可饮食 时之 反赌者放 这个赌就是加重的意思啊 这个字平常我们不太用啊 我在这里标一下 这个啊 就是吃了饭反而会加重他的病情啊 小谢心啊 并未以心胸为主 我们我上次回答这个啊 军火和像火的这个区别的时候 我列了几点 一个是正状上 一个是病位上 一个是卖卖法上的不同 这种三个大的不同的方面 那么心我说了 他的这个症状是以真心痛为代表 他的这个病位是以心胸位为主 那么我们看小谢心啊 这个是军火是属土的那个 他的症状是不是你看心中猝疾痛 猝啊 非常快吧 急也是非常快 是不是 就是突然的心心疼了啊 就是这个我们上次也讲过了 这个就是在在在这个抚刑局 伤寒论他们的这个年代啊 或者叫心心痛或者叫胸壁 那么我们现在呢 就相当于我们现代医学所说的这种冠心病 心脚痛的这个这个情况啊 所以你看他的这个病位是不是以心为核心 他的症状是不是以这个心胸痛为核心啊 而不是像我们象火小小小小蟹心包 大蟹心包 他的那个病位呢 是以这个就是胃腕部 这个部分就是他是正好是隔的这个这个我们的这隔的这个位置 他是处于上交和中交的这个分界线的这个位置 所以他这个位置他是跨界的 所以他是心虹一家啊 活土啊 活土一家啊 他这个除了胸痛以后还有什么呢 斜下之满啊 就是这俩类下这块也特别堵的 而且他会有什么呀 他会觉得有这个逆气上攻 鹰背肩胛肩啊 鹰我们上次解解背就是后背了 是吧 鹰我们讲过了 就是胸的两侧叫鹰 还有他包括了这个肩胛 这个肩胛如果是习惯心病的话 他一般是左肩胛啊 大家还要临床上注意右肩胛这块疼的时候啊 除了这个骨伤科经经经常见的伤筋动骨 我们还要想到啊很多的这个肝胆病的时候 比如说胆结石的时候 他有可能会反映到右肩胛糖 啊 那么 后边的症状啊 不可饮食啊 这个发病的时候 他这个可能就啊 没有食欲吃不下东西 勉强吃 反而会让上面的这些症状都加重 啊 这些症状应该是很好理解的 我们说心肚血脉 血脉出现了这种淤阻 才会出现心中猝疾痛 另外 我们就是关键就是这一块 这个因为胸和啊 和这个背 它是一前一后嘛 是属于阴阳的啊 这种我们是可以理解的 就是这个肩甲肩啊 这个怎么理解的 这个啊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小肠经的 这个经脉的走向 它里面写的是绕肩甲啊 因为心和小肠不是相互表理的吗 啊 所以 有些 它是这个症状 如果从经脉走形上分析 是心经的问题 有些呢 它是与它表理的小肠经 出现了经气不同以后的 不同则痛 出现的斜下之满 气密功应被肩甲肩 然后这个还要注意到 就是呃 后背 尤其是左侧的后背 肩甲 以及这个腋下 这块的疼痛 大家一定要考虑到 关心病 是不是 另外 我们那个上次讲的 心包啊 讲那个心包向火的时候 呃 他的那个病位就是在这个心下胃碗 过吗 但是大家要注意 很多有冠心病的人 他的自己不清楚自己得了冠心病 他以为自己是胃痛 因为他的这个疼的位置 他就是在这个心下胃碗 就是我们说的心包向火 所居的这个位置 他一直以为他得的是胃病啊 胃炎啊 胃溃疡啊 乱七八糟的啊 反正是消化性病 但是最后他很可能是去世啊 或者说直接说死在了这个冠心病上 一直存在一个物诊 所以我们这个内科这个大夫在这方面的时候 尤其做急诊 还有一个就是做这个心内啊 还有消化的时候 这这个都要特别的小心 来了病人 他说的是胃疼 但是那大夫说 你得去给我排一个心电图 我们排除一下啊 好多病人不理解 我胃疼 你给我排心电图 你是不是乱收费啊 实际不是的啊 他是医生 一个是要保护自己 我要是诊断的时候 没有给你诊断清楚 那你到最后给我打官司 怎么办啊 另外一个就是 也是确实是这样 是保护病人的 万一你只是认为你是胃啊 是个胃溃疼啊 胃炎啊 但实际你是冠心病 那这这个 那一个是慢性病 一个一个是弄不好 马上就要死人的啊 所以一定要诊断清楚了啊 这吃饭的问题就是啊 他如果你是已经冠心病 他已经心机缺血了 那如果你这个时候去吃饭 他就会造成这个心机 这个缺血更厉害 因为他另一半的那个血液功能 又你一吃饭了以后 他又都跑了这个消化系统了 他又分流了一部分 所以他就会更加的严重 所以这个时候 他是不应该吃了啊 咱们要救救命啊 好我们看看啊 他这几 因为就一共就是又是啊 瀉瀉瀉 小瀉方都是三个三个药是吧 小补方都是四个药啊 啊那大瀉呢都是六个药 那大瀉呢都是七个药啊 好我们看看这个通草 通草是我们今天啊 今天学习的这个啊 药里面最重要的 啊我们先看看神通本草经 怎么说的啊 通草 卫心 卫心不是属木吗 但是我们这个桃红井 这个辅行诀 并没有把卫心作为他的五行的大类属性 而是下面的啊 根据桃红井自己的名医别录当中的 卫肝 来做出他的五行的这种大类属性 本荆为其卫心五行大类属木 对的不好意思啊 是我今天的啊 哎呃刚才今天我看了这个啊 今天给了小新包装非常好啊 我们回来可以在群里面探讨一下啊 啊这点我说不好意思啊 这点是说的不太好啊 这个本荆它是卫心啊 那么他的五行大类的是属木 他的这些后边描述的这些 这些功效 这些组织也都是为心能散的功能特点 那么别录当中 他又给了这个干啊色黄属土 这个是这个呃这个呃这个桃红井赋予 他的这个五行小类的这个土的这个属性 所以呢它是木中土 它是这样来的啊 然后这个辅行爵呢 他这个给这个通草呢 两个不同的五行互含属性 除了这个木中土以外 他还有一个木中水 这个水五行小类的这个水又是从哪来的呢 那我又查了其他的本草啊 终于有有些发现 你看这个五谱本草里面啊 有有这个说 他就是说说到这个通草的时候 他说神农皇帝啊 你看这儿这个神农是不是就跟这个本经是通着的啊 神农本草经 这个皇帝是不是就是指的内经当中的啊 然后这个雷公啊 雷公在皇帝内经里边是跟着皇帝来学习的 是皇帝的徒弟啊 但是雷公在本草行就是不是还有一本著名的书叫雷公炮制论 对不对 在这里边雷公还认为通草为苦 为苦不就是属水吗 所以他的另外一个五行互含的啊 这个属性就是木中水啊 所以他是两个为新属木都是他的五行的大类的归属 那么啊 这个啊 这个但是小类呢 他是有两个 一个是因为他胃干色黄属土 所以是木中土 另外一个呢 是因为雷公啊 说他胃苦 然后有的属水的这个属性 好啊 那么这个再看看这个啊 为什么我们要重点讲啊 因为这个要和我们的啊 就是这个通草在这个历史上就是给搞混过 搞混过呢 乃至于到现在 也都是还是纠缠不清啊 就是容易出问题 所以这个这个药一定要大家弄明白了 在临床当中要给他开对了 别别别别猜错了 开错了 他可能会有这个医疗纠纷啊 因为他有这个马脱磷酸的问题啊 我们这个参加学习的这个通道啊 就是可能一半都在这个啊 这个中国之外啊 那么我在英国还有其他的欧洲通道 澳洲的通道 美美国的通道 这个欧美对这个马脱磷酸那是非常非常重视的啊 那最典型的啊 就是那个木通啊 这木通和通草 他本来不是一个东西啊 但是你看他从宋朝开始 你看他就出了问题了 就把这个这两个东西给混了 混到现在也还是乱 所以这个临床上也都在乱用 就容易出问题啊 我们我记得英国的那个马脱磷酸最开始出问题 就是啊 那个工程药 那个里边就是叫什么呢 啊 龙胆蟹根汤啊 这个英国的这个中中医 在前十几年二十年曾经辉煌过一段时间啊 最开始呢 第一代中医人啊 通过自己的这个高效的临床 给这个很多英国人解除了痛苦啊 尤其我们这个 这位有一位这个治疗这个皮肤病的大家啊 非常的有名啊 厉害到这个火 这个就是啊 排他队 这个找他的病人在大街上啊 排了大长队 也必须警察来出来维持秩序 然后电台 电视台的人都来采访他 然后名声非常的大 最后呢 他呢 也创立了我们的英国中啊 就是英国中药协会啊 我们现在的中英英国的中医人都啊 受他的恩惠啊 但是第一代中医人创了这么一个好的例子 但是到了后来 这个有一段时间就是在 第一次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十年 可以说是英国中医非常火爆的十年 但是那个十年 它是过度的商业化 大家都不同的开诊所 然后这个这个呃 就是很多有钱的人 他也不断的收购啊 诊所 然后最后形成大的公司 包括我当初我的这个保板也都是那样啊 就是他们形成了上百家的这个规模 但是这些我还还认可 但是他形成了一个制度就我就不认可了 他是叫经理负责日制 什么是经理负责日制 就是这个 病人他的这个治疗 他主要不是大夫数了算 而是经理前台数了算 那因为大夫那时候来的 大部分人英语也都不够好啊 主要是学中医 也没想过学这个英文 到了这边 跟这个患者也都没法 进行这种正常的医学的这种交流 而且呢 这个前台负责制以后呢 就是大夫想让他做什么治疗 不是啊 那是经理呢 那是为了利润最大化啊 我们那时候的老板的口号叫 真推 罐 草 陈 陈 陈 就是全给他应养 针灸 推拿 拔罐 中草药 中成药 这五个全给得上 就是为了利润最大化 给什么药 也不是说大夫想给什么药 那好多人就给这个 这个我是因为是来的比较晚 这是听后来的这个我来了以后 听前面的同道们讲的 给这些减肥的病人 很多人来减肥 他们给这个龙胆血干汤 就是这个龙胆血干碗 好多人只吃这个 用这个来减肥 结果减出这个肾衰了 最后引出了这个 全世界范围之内的 这个马多灵酸的这个问题 那么我们今天学这个通草 就是要把这个通草和木通的这个事 给大家要说清楚 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 我们在国外行医 安全是第一 首先是安全 第二是有效 如果你光是想着有效 不想着安全 那也是有问题 我们在以后再讲这个 这个小小大小卸费上的时候 关于细心 我们也要好好地谈一谈 细心那个用不好 也会出出现这个问题 所以你看啊 本草纲木里面的告诉你啊 最开始的时候 这个汉唐时期 那个时候古本草的时候 当他说这个通草的时候 是现在的木通 而这个在这个 这李时珍明朝的时候 他的那个通草 实际上是古代的通通木 但是从这个宋朝的时候 开始就是这这个药物 这已经在混在一起了啊 首先呢 我们看看这个 就是这个现代的公药学 怎么给他分啊 木通也好 通草也好 他都是给你割到利尿通 利尿 因为他们都有这个 利尿通令的这个作用啊 你看木通和通草两者的功效是基本一致的 啊 这里说的实际上是没有说的太清楚啊 只有后来啊 这马都磷酸啊 他出了大了问题以后才国家才真正的注目起来 因为你因为就叫什么呀 一马勺换一锅 这个中药啊 龙胆泻肝出了问题嘛 都磷酸的这个问题啊 爆发出来以后 所有的中药全都受到影响 因为大家袒护作变嘛 人家就更不敢出中药了 不管是中药药和中成药啊 人家不敢 你要吃啊 会不会你这药里含不含马都磷酸 因为含这个我可能就吃出肾衰肝衰来了啊 那是要有因引发这个医疗这种啊 纠纷 然后就吃关子的啊 后来这个马都磷酸这个问题爆发了以后啊 这些咱们国家的这些相关病们重重视起来啊 然后才把这个事情啊 在这个本草学的这些专家啊 在这要点专家委员会啊 给他重新给他弄一下啊 你看这几个东西都不一样啊 一个是木通 一个是棺木通 一个是通草 你看木通是木通科的这个植物的藤镜 棺木通你看他是哪啊 他是马都磷科的植物 就不一样的啊 这是木通科 这是马都磷 那通草呢 通草是五家科的 这三个药 他是从植物学分类上 是完全不同的植物的这种科属的完全不一样啊 那么你看我他呃 要得要点委员会把这个这些给他弄清楚了 就是说我们历代古代的这些本草使用的木通都是指的这个木通科的这个木通 而不是棺木通 那为什么把这棺木通用来 棺木通主要在我们东北地区使用啊 他的历史才仅仅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他作为药物进入我们的药点的第一步是在1963年的这个药点当中 但是棺木通他里面这个含有的这个马都磷酸啊 这种分量是比较大的 如果你用的量比较大 或者是这个用的时间比较长 就这个蓄积性的啊 这种啊 作用的话 那么他就会引起急性的肾衰啊 甚至死亡 那么因此呢 国家呢 从中国呢 政府啊 从国家层面 2004年 已经啊 停止棺木通 作为这种药物来使用啊 就是你要使用 都不能使用这个东北地区产的这个棺木通了 只能是用这种木通科的木通 当然你用通草也没有问题啊 另外还有一个我这个课件上没标啊 就是如果比如说啊 我们在国内的中医啊 一般你开不管你是中 只要你开中药 但是呢 大多数人是没有到药房啊 抓过药的啊 所以呢 他只知道的药名 不知道这个模样 但是我们在国外自己开诊所的话啊 我是只用药粉啊 但是我当初我们我在大公司工作的时候 我我们也都是抓过药的 所以对这个中药也已经有一定了个了解 这模样中中药的这样子 如果你进来的这个进来的这个草药 这个生药 你也分不清它到底是木通和是通草 而你怕这个马多磷酸的问题 你也不敢用 有没有什么能抵抬这个替代它的药物 这是我要跟大家说的另外一个事情 那么我又查一下 就是根据这个医治标先生啊 他的这个说法 就是这个他这个老师啊 张大张先生认为临床上可以用苦身这个药物 来代替我们现在的这个通草啊 因为你现在你在临床上 你开比如说你开木通啊 你不是开的关木通 但是你开了木通 你也不能保证 真的现在在这种中国的这种用药 这种安全性啊这方面 我认为还是啊一个是食品安全 一个是药品安全 还是让人这个不是那么放心的啊 那你这个药进来了你想开是木通 但是万一他不是那怎么办啊 那么我给大家的一个替代的方法 我们是不是可以尝试着用张大成先生的苦身啊 来代替这个啊通草或者是这个木通啊 尤其是这个通草就是说我的意见 如果你开的话写的话不要写木通就写通草啊 你写木通这就留下一个伏笔啊 这个以后有可能会会会会会有隐患啊 一定要开通草不要写木通 我们就是按按着这个啊 他是这个五家科的这个植物 他不是木通科的这个 那离这个马多林科的这个就更更更远啊 大家还记得我们上次讲这个这个人身和这个这个党身的时候 是不是也是那个古的那个党身 是不是也是那个五家科的那个植物啊 这个人这个应该是对于这个人应该是没有什么他的伤害 那么第二个药物就是这个斗尺啊 这个我查了一下这个神这个本经啊 神农本早经他没有这个斗尺的这个这个记载啊 只有这个只查到了这个明依迪录啊 桃红井的书里边 他说尺他是为苦的啊 然后我们又查又查到了这个这个本草纲木里面啊 才知道啊我们这个豆尺 他原来分了两种啊 他不管是用什么 他都是用豆啊 各种有用大豆的 有用小豆的 有用黑豆的 有用黄豆的 反正他这个尺都是用豆做的 但是最最最正宗最经典的 是应该用黑豆啊 这也是他的一个五行属性的 有一点归属的一个一个依据 用这个黑豆啊 来制作这个尺 然后呢 这个尺呢 他又分了两种 一种是蛋尺 我们平常说的蛋豆尺 另外一个就是咸尺 咸豆尺 他是用了加了这种熔盐了 熔盐也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很特别的这个药啊 我们平常吃的这个啊 这个调味品啊 是这个咸豆尺 我本人就非常喜欢啊 吃这个 比如说这个啊 这个叫什么 这个啊 我经常吃买了一个 就是那个豆尺鲁鱼啊 还有一个啊 那个叫什么来着啊 豆豆尺 我太太就是 的豆尺 呃 凤爪啊 用用这个做非常的好 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咸豆尺 它是作为咸豆 调味品的 我们临床上用的是这个蛋豆尺啊 好 大家看看这个啊 啊 本套纲目里边啊 就讲的说了这个用这个黑豆做完了这个尺本身 它是性平的啊 它既不热 它既不热 它也不凉 它是性平的啊 本身他取的这个 就是说他这个豆的这个原料 它是性平的 但是做了这个尺 因为它是因为它是经过了这个针的这个过程 所以它呢 从原来这个黑豆的这个性平变成了尺的这种温性的啊 而又有了它的这个温呃 这种温性呢 经过了这种温的这种争 它又有了生发的性能 所以本身从这个性平的这个豆 做成豆尺了以后 它第一 性上 它就是从平变温了 那么从这个五行属性上 它也有了这个变化啊 因为它具有了心味的发散的功能和火 火性的上沿的功能 所以在这个层面上啊 它有了心味发散 所以它变成了五行大类属木啊 另外 它具有了性温啊 属火火性上沿的这个特点 所以它成了木中火 也就是说 本身豆 它没有这个这个属性 但是通过加工变成尺之后 通过后天的这种加工以后 有了它的这个第一个五行护寒的属性 木中火啊 这种属性火性 它是通过加工后天啊 获得的 另外 豆尺 它还有第二个五行护寒的属性 就是这个水公木 水很好理解 因为它是从黑豆来的啊 黑不是黑豆 色黑不是入肾吗 属水 豆本身呢 又是肾骨 所以它这样啊 它是五行大类归的水 然后它的木也是通过做成尺以后 它有了这种心味的发散的功能 所以它变成了啊 就是水中木 这是它的第二个五行护寒的属性 那么我们在我们的现代中药学啊 把这个豆尺啊 归类为解表类啊 解表的药啊 它以前我们上我上学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是分成解表药 然后分成那个解表药 分成新新温解表药 还有新凉解表药 那现在这个第四 就是新世纪中药学的第四版啊 它把这个新温解表药 和新凉解表药给改了 这个它这儿给改成了发散风热药 好 那么下一位一位药 就是我们的这个生马 神农本草经里边啊 他说生马胃肝 大家注意它的这个主要的功效 它是煮解百毒 好 再看药红井明依别露 生马胃肝 主解百毒 入口解吐出 他在这两部本草的经典当中提出了 实际上大家要看到我们这个古中医 古本草认为生马的主要的功效 不是我们后世用的那个生羊 而是解毒啊 因为他可以把这些不好的东西通过涌吐的方式 给他吐出去啊 入口解吐出啊 所以本经别露均认为生马的主要功效是解毒啊 举个例子啊 这个经典药略里边治疗这个养毒之养毒之为病的那个面翅斑斑如锦门的那个就用的是生马憋甲汤 那里军药就是生马 但是这个从宋之后 这个我们中医界对这个生马的这个应用就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 他就不再主用生马解毒的功效 而取我们这种后世啊 认为这个中这个生马 他的一个重要的功能是生举阳气或叫生阳举线 那么比如说我们著名的啊 脾胃论 补中意起汤啊 医中啊 医学中中参西路的啊 生线汤 景乐全书举元间都是用的生马 作为主要它起的主要的功效是生举阳气 那么在中药学里边告诉你了 如果你要解毒用的时候 应该是用这个生生马最好是吧 如果是你生举阳气的话 那么最好是用智生马 好我们再看看生马的 它的这个五行护寒的属性 这个药呢 它特别的神奇 它的这个根啊 据说是外黑内白 这个我没有看到啊 但是这个医治标先生是这么说的 他说黑属阴白 它不就是属阳吗 那么如果它是本身 我们这个阳应该是在外 阴呢 应该是在内 这是正常的那个阴阳内外的分布 但是生马这个药 它是外面是黑的 它是根 它是外面是黑的 内内内边里边 它这心是白的 所以它这个阴和阳呢 正好是反着过来的 它阳在内 而阴在外 这是它的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 也可能它的功效 它的特殊性就在于这一点 那么生马 胃肝五行大类 它不是属土吗 所以是属土 那么它第二个五行小类 属火 是因为它有火性上演的表现 它不是可以让这个阳气这种向上升发吗 所以它具有火之性 那么它的五行属性 五行护寒的属性 我们把它定义成土中火 当然它还有另外的一个五行属性 就是这个土中筋 都是土 但是一个土中火 一个土中筋 那这筋又是从哪来的呢 这个是从它的主制来的 你看生麻憋甲汤 这个生麻葛根汤 制的这个都是斑枕 这个是制斑 这个是止枕 你不管是斑和是枕 它都是皮肤病 是不是 那皮肤是不是都是肺所属的 那么肺它又是为白色属金 所以它有了它的五行小类的第二个属性 就是金 那么它又可以归类为土中筋 大家看今天我们讲的这个心 这些药是不是大部分都有两个五行护寒的属性 大家看看那个腐形诀的那原文 就是要把这个心的这部分 因为它心火门这部分 是整个这24首补械方里最复杂的一部分 它要分分得细 要把这个讲清楚 它不得已在理论上 它一定要完备 不能让这个后人能找出他这个有问题 他所以他给了他的不同的五行属性 那么我们看看啊 这个小谢心汤 他的方姐 是一君二臣 因为他的药量都是一样的 对吧 都是三两 那么我们是不是讲 我们一直在说我们的这个活土一家 活土一家的问题 所以我刚才也讲了我前面的有一位我特别尊敬的老师 我认为他在这个方面讲的不对啊 讲的是不太合理啊 他是用了一个我们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个小常识似的 用土来灭火啊 用水来灭火 这样来讲 但是他这个内涵实际上没有给他说的特别清楚 如果火和土是一家 比如说你和你妻子是一家 或者你和你孩子是一家 你们是不是应该一致对外才对啊 因为你们一定是一荣俱荣 如果一损 就同损 对不对 在你们遇到这个外来的迫害的时候 所以你们必须是站在一起 对不对 所以有个问题是应该是同关苦 共患难 对不对 所以如果他是 如果是他太过了以后 就大家都要谢 你火太过了以后 你也是因为你土跟他是一家吗 你也要谢他这个土 他就火 他自然也就下来了 如果你这个火不足了 你应该补他的那个火 在这里的大家要要要注意 尤其以军火为这样 因为我们那个心包向火 他可以就是啊 用水来苦含直辙啊 所以啊 这点要弄清楚啊 要通 因为他是活土一家 要通过泄土来泄这个军火 那怎么样泄土啊 谁来泄这个土啊 肯定是木啊 对不对 木刻土啊 所以你看军药和这个辅尘药 通草和这个蛋豆豉 他们两个都是木 那谁做军药啊 当然是通草做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五行属性里面的小类就是土 这个土跟他同气相求 这就相当于一个间谍的作用啊 因为我跟你有这个相求的部分 那我打入你的内部 我就很容易打入你的内部 但是实际上我的大的属性还是有木 我还是要克制你 所以他是军药 那么为什么蛋豆豉是辅尘药 他是辅助这个通草的 因为他的这个五行小类的这个属性是火 火是生土的 他是来帮助他的 是不是 我他来帮助他 所以他是沉 被帮助的这个通草 他当然是军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药是这样来的 另外这不是我们都说吗 两补一蟹 两蟹一补啊 补方的时候是两补一蟹 蟹方的时候是两蟹一补 这两个是不是都是蟹啊 为什么是蟹啊 他是不是用味 他是心的 心的要 你看个那个 那个唐写荆图 是不是 他的体位的 是不是心呢 那如果你补了他这个体 那你是不是就是相当于卸了这个土的这个用啊 如果你土的这个用被卸了 是不是这个心的这个军火的这个用也就被卸了 他是这样来的 他的内在的依据是这样来的 一个是根据五行的深刻 一个是根据五位的这种体用的这种应用 因为他一定要最后要落在用上 啊 你现在谢的是心吗 那你最后一定要谢心的用 他是经过这样一个逻辑出来的 那么这个为什么生麻 他在这里啊 作为一个奸臣药了 他是不是属性的是土啊 对不对 他在这里是不是补啊 他补的是土啊 补的是土的用啊 通过补土的这用来补心的这个用吧 因为是 这不是活土一家吗 对不对 我们 我们是一家人吗 那前面这两位要 他是 他是就是补 补的土来 不是 谢的这个土来谢的这个心 这是两谢 那这儿就是一补啊 因为他是通过补的这个用 土的这个用来补的这个心 另外他还有一个一层意思 就是这个体用这个核化的这个意思 你看看啊 这两位他的用位都是心 对不对 那么这一位生麻 他的用位是不是干的 那根据五行核化 心 肝 核化 是不是化出了苦啊 苦是什么呀 苦是不是跑到渗水的用位去了 大家想要那个汤液精土啊 心肝化出了这种苦 这个苦是不是又是火的体位啊 也又是那个渗水的那个用位啊 那如果你你补了他的这个体位 你是不是就相当于泄了他的用位啊 也就相当于你用渗水的这个苦水来灭这个火了 这是这个方子的第二层海 还有没有 还有我跟你说 古人啊 把这个五行生克 我跟大家说 我在学辅行诀之前 也没有意识到古人 第一 他的逻辑性是非常强 第二 就是他把这个五行生克的这个 他已经给 弄到一个非常非常高的层次 我们刚才讲了两个层次了 是不是 还有一个层次 就是我们皇帝内经啊 就是在讲这个啊 叫六元正极大论 好像是啊 就讲这个沐浴达之火浴发之 对不对 他讲了一个火浴发之内经说的 但是我们现在学了苦行诀 我们应该知道 他应该再加一个条 你要理解这个 怎么理解 军火 他是火浴发之 也就是你这个上边的这个神的这部分 他是火浴发之 那个向火有可以有发之 也可以用苦含值 这个执着 你要用发 怎么发 他一定是要用心问 心味的药才能发散 是不是 这三位药里边谁是心味的 这两位都是心味的 心味发散 所以能够发散 玉火 这个玉就是你的心火 玉玉不得志的这个火 也就是你在这个神出现了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说的那个往往就是像我们现在后世说的一种沐浴化火的这个情况 你又要解他的这个玉 又要解除他的这个火 你那个方子里一定要用心味药 因为这个时候用的这个心味药是一举两得 不但能解除其欲 又能解除其火 所以你学了 辅行诀 各位 我可以跟大家很负责任的说 以前中医理论不懂的地方 通过辅行诀的学习都能给他 一以贯之 全能够学功了 而且在这个我们对于经典中医的这种 理解下一定会一个进入一个以前你不学习这个辅行诀 他是一个完全的截然不同的一个一帆新天地 你才能再知道原来古人不欺我 就是古人把这个阴阳五行 深刻这个质化这块已经弄得非常非常的显出 而且内在的逻辑非常的紧密 绝对不是后世一些人攻击中医的阴阳五行 说阴阳五行是这个就是这个这个就是机械决定论 这个谁生他谁克他这些都不管用啊 这些都是胡说八道没有依据 凡是批评这些中医的人 我都以前我还很愿意跟他们争论一下 后来我发现这些中医黑还有中医内部人士 中医黑我倒还不是特别烦因为他们本身不是搞中医的 他们都是中医界的就是中医界之外的人士 那你说中医的不好我还可以理解 因为你没学过吗 我现在最痛恨的就是中医界内部的人士 啊就是像澳大利亚一样啊 这个政府澳大利亚政府一样啊 不是澳大利亚人民啊 澳大利亚人民政府啊挣着中国的钱 然后呢干着对中国不好的事 很多我们现在在中医界啊 你本身就是中医的一个中医师 啊你用吃中医这碗饭 或者你当中医的大学里的教师 你不管是中医教师还是中医的医师医生 你吃中医这碗饭啊 你首先啊屁股要做对了啊 这个邓铁涛先生的话 屁股要坐在中医上 要为中医说话啊 你不要说中医的不好 当然中医里边有他不太好的地方 你要把他带过来 因为他里边有些不太好 实际上那些不太好的部分 也不完全是中医的问题 而是中国文化本身上有一些 我们说的那些糟粕的文化没有弄出来 但是你学习中医 你一定要知道哪些是中医的糟粕 哪些是中医的精华 阴阳五行绝对是精华 是我们核心的世界观 发访论不能把阴阳五行给他推倒了 如果你把阴阳五行推倒了 我跟大家说 那就是自己把自己的饭碗砸了 所以阴阳五行绝对不能丢 而要守 但是现在可能 这个中医界都 内部都会 你讲阴阳五行 好多人都会吃之遗了 讲这玩意儿 真的不客气的说 你们是不懂 很多现在在中医从事中医的人 还有尤其在大学里当老师讲中医的人 本身自己就没学好 根本就不知道阴阳五行为何物 然后应用治疗效果不好 然后呢 他又找不到一些现代的这种科学根据 然后给人讲明白阴阳五行到底是什么 结果他说 哎呀 这些全是糟糕 哎呀 大命大错 啊 阴阳五行绝对不是糟糕 而是精华 只是你没有学会而已 啊 以后我们有机会 我们再讲这个 这个 五云六七的时候 让大家看看 他这阴阳五行 五云六七 他这核心 他到底具不具备合理性 啊 一定是的 啊 绝对不是古人胡编乱造 胡编乱造 那是很简单的 这一套中医的经典中医的天五第六天六第五五云六七的这种庞大的一个体系的建立这么严密啊 他是有他的依据的啊 不但他有他的这种中医方面的理论的依据 他也有他的现实上的这种啊天文学的依据 立法学的依据 这些啊都是就是后面有他的理论的理论的后面有无数的支支撑着他啊 无数的事实支撑着他 所以中医能够几千年来走到现在而从都存活着 而且呢 如果你学的好的话 他是非常有用的啊 大家不要妄自菲伏啊 我们现在就是中国因为最近几百年到现在你看中国的这个国力刚刚啊恢复啊啊 现在可以跟美国一较长短了 但是在前一二百年的时候我们始终被人欺负 被人欺负 导致了我们对自己文化 对于我们中国 本身的文化 有一个不自信啊 所以才会有五四运动啊 对于我们这个文化一个大批判 那毛泽东后来也搞这个文化大革命 我想跟这个也有关系 本质上你被人欺负了几百年以后 你不但在政治经济上被人家打压文化上也打压 最后你自己的文化你都认为是不好的了啊 现在我们那易中天先生啊前几个月出出那个问题也是被人攻击啊他就顺着西方学者的这个步调在说话说什么中国只有那个两千多年的那种历史 哎呀 易中天先生讲那个三国确实是讲的好 讲其他的也好 但是讲这个我是绝对不同意的 两千多年的历史 那 那是我们自己自攻了才会这样这么讲的啊 我们平常讲五千年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都是谦虚的讲真正的中国的文化的历史啊 我说的是文化而不是文字啊 因为这个文字中国也大家也都知道他是有一个不断的变变迁 我们现在能追到甲骨文那甲骨文文字之前有没有这个文化的历史也有啊 只不过他技术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现在我们应该知道不客气的说我们中国的文明史应该至少要有八千到一万年之间啊 讲两千多年那是按照西方的学者的步标那是在打压你的中国文化啊 我们自己说五千年都是过过于谦虚了啊 这以后咱们讲这个啊 如果讲讲有讲讲这个福西啊 神龙啊 皇帝啊 讲讲他们的这些五轮六气啊 这个历法啊 大家会会更加清楚的清晰的了解这方面的历史啊 不好意思 今天这个似乎是有一些啊出圈了啊 这三名要用量和肩腹法啊 用量都是三两啊 一共是九两大概相当于现在的七十二克 用水三升 那就是六百毫升水啊 补一升 就是啊 三分之一的啊 这个药药啊 二百毫升啊 作为你这个喝啊 炖服 他没说那温 但其实实际上一定是温着喝 对不对 当然你说我这谢心 我这粮服喝不可以 可以也可以 那热药啊 粮服 粮服 粮药 热服 这也是我们的这个服药法上的这个一种 嗯 反左啊 你要用这么一种也可以啊 我没意见啊 反正语理都说得通啊 啊 不管你是热服 粮服 反正一次给他全喝完啊 喝完了 你看 他说少请得兔菜 不兔亦得 啊 他就告诉你啊 吃完药有可能会发生偶毒 那也有可能不发生偶毒啊 但是只要你辩证正确了 不管吐还是不吐都会起效 嗯 好 我们这时间有点紧啊 不好意思 说了很多 今天今天啊 除了很多啊 公衣之外 大谢心汤 啊 大谢心汤啊 智抱得 心腹痛 痛如刀刺 欲吐不吐 欲下不下 心中 凹粪 邪背 胸腰之满 破急 不可耐者方 哎 然后在我们刚才 三味药的基础上 又加了 三味 大家要注意啊 心加的这三味 有两味是固体药 脂子和熔岩 另外有一味是液体的药 就是这个醋 醋它作为一个溶剂啊 我们前面的这个方子都是用水来煎药 但是这个大谢心汤 它用醋来煎药 它也算一味药 所以是这样的 大谢心 它是六味药 是这样的啊 我们来看看它的这个症 大谢心汤 它的这个症肯定是在小谢心汤这个症的发展 加重而来的 那么从小谢心汤 它是心中醋极痛 那么现在呢 它就情况加重了 暴得心腐痛 你看 那个暴 是不是比那个醋还要啊 就是更加的快 而且这程度更加的猛烈呢 再看它这个病位啊 小谢心汤 它只说了心中痛 那么现在大谢心汤 不但是心 是不是肚子 这个腹 这里它的腹 我认为它应该还是啊 以这个就是就是这个心心窝啊 我们老百姓说的心口窝 就是这个胃宛部这个 分范围为主的啊 所以你看 它这个应该是以革为中心的上交和中交的这个范围啊 它就扩大了 另外程度也更加重了啊 痛如刀刺 是不是比比前面的那个只说的猝疾痛要厉害的多了 另外它还有加了这一股症状啊 这呃就是这个呃 我们先说这个吧 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这个症状 邪背汹庸之满啊 这个它前面已经描述了 但是到了现在大谢腾症的时候啊 前面的这个邪背汹庸之满 这块它已经叫破极不可耐啊 无可奈何了啊 就是到了这个程度更重了 另外它加了这一组症状啊 遇吐不吐 遇下不下心中傲愤啊 这个症状 这一组症状是不是我们所说的那个胃晚心包 同病的这个情况啊 啊 就是这种向火的这种病 心包向火的病是不是有了 如果我们说心是土啊 如果说心包向火是火 火生土 心包如果是妈妈的话 它是子 这个时候它的这个症状不但有本脏的症状 它还涉及到了这种母脏的症状 是不是就是我们说的母子同病呢 也是母子同病的一种表现啊 它是一个心包向火和心的军火 土 心土军火同病的一种表现啊 再一次体现 辅行诀 活土一家的思想啊 这是我们反复要强调的啊 今天的大小谢心 下一次课的大小补心啊 是我们南中啊 是属于我们这个第三关啊 是最难的 过了这款以后我们就一马平川了啊 因为你前面的二十五位药精和汤液精土 如果都没有问题的话 今天和下一次课是第三关 把这一关过后了 那你这个辅行诀的前面的大小补鞋 二十四方就一马平川了啊 我们就像修炼似的 它是有一个层次的问题啊 你过了这几个关 过了这几个坎儿就没有问题了 那么我们看看家的这几个药 第一个 发言我看看啊 容颜是什么颜 这不是马上要讲吗 别着急啊 这不是马上要说的吗 咱们先把只子说了 只子啊 你看本经为苦 为苦的话 它五行大类 是不是就属水啊 另外大家去抓抓只子 你们都抓过只子吧 我抓药经常这个抓只子啊 这个这个在大公司的时候 这个这个药特别的红是不是啊 而且他特别的轻啊 你别看他个儿特别大 大个儿 但是特别的轻 抓一抓一大把 也没几克啊 他的颜色啊 色红如火 所以他五行小类属火 那么他是水中火啊 因为他是姓寒的 是不是就可以去这个火热呀 另外啊 我们还有讲过了啊 火热发之之子呢 同时他又具有干木的这个心味发散的特点 可以发散抑郁之火 所以他的另外一个五行的小类的属性 他是火中木啊 就是这个就是属木 所以他是水中木 所以他有两个五行互含的属性 一个是水中火 一个是水中木 那么我们看看啊 现代中药学啊 怎么来认识这个药啊 他是把他归到清热泄火药啊 没啥问题啊 然后这个在这个 现代中药学里边 他还有给他 做了一下细分啊 我认为呢 意义不大啊 因为比如他说 只子的皮啊 偏达于表 而去肌肤之热 只子的仁啊 偏于理而清理热 我们 我是在那个 我们这个大大公司工作 我们在药房抓药 这个只子 我们不分这个皮 不分这个人 他就是一块来的一个小的果实啊 所以就是 就是我们就开生之子 而这个中药中药学生呢 他说生之子走气氛而清热泄火 焦之子和之子碳走血氛而凉血之血 我在灵工床上 我从来没有用过 这个焦之子或之子碳 我都是用的生之子啊 这是跟大家说清楚啊 好 这同学们啊 还是我可能讲的是不是有点慢啊 所以大家总是有些迫不及待啊 就问我这个容颜是什么啊 咱们要看一下啊 我们现代人 是不是吃的都是经眼细眼 我们古人用的都是粗眼啊 俗称叫大粒眼 啊 大粒的啊 这颗粒比我们的细眼要要大得多 看看神通本草经 这里边的大粒眼 实际上这个粗眼就有两种 一种叫大眼 一种叫容颜啊 大眼令人痛 容颜怎么怎么样 它的功效啊 那么在桃红颜的明依别路里面 他就分的更细了啊 这里他说大眼 胃肝 咸怎么怎么样 那应该治什么病 那容颜呢 他说胃咸 含无毒啊 怎么怎么样 他为什么叫容颜呢 他还有一个名字 他叫胡颜 为什么叫胡颜或容颜呢 因为他出自于哪里啊 胡颜山 啊 然后啊 他有一个北海清南海赤 啊 这句话 让好多的人都糊涂了 啊 就是这个南海和北海在哪 结果 因为这个地域地名上的这个 这个问题啊 就是把这个容颜也给搞糊涂了 啊 后来这个李时珍啊 把这个问题给他说清楚了啊 就是这个啊 北海南海的到底是哪 他不是我们现在 啊 所说的这个嗯 我们这海南岛那个那个南海啊 现在好多呃 其他国家的人啊 到到我们那去撒野去啊 这个啊 澳大利亚啊 又是啊 好多澳洲的同道啊 不好意思啊 但是你们也是我们同胞嘛啊 但是这个那个澳洲政府的行为 实在是不太友好啊 开着军舰到别人家的那个 灵海去宣誓主权吗 啊 自由航行啊 又扯远啊 不好意思啊 本草纲目啊 大家来看一下啊 北海者清 南海者赤 啊 啊 原来这个 他在这里你看啊 所谓南海北海者 指西海之南北而言 非沿方之南海 这里他说南海白海 他并不是按照海上说的那个海来定义的南北海 而是在中国的这个大陆啊 就在这个什么呀 我们主要的就是这个甘肃省份啊 当时应该是有有这个河或者是湖被称为西海 然后用它来分成南和北 进北海者清至南海者赤 啊 他说这个梁州啊 这个梁州产的这里边的盐都叫 这里的盐也是熔岩 但是它是青色的 是青岩 那么在张叶的地区又是 呃 有位同学 同道是不是把那个声音啊 先屏蔽一下啊 谢谢啊 啊 我们现代所说的这个梁州 它的地域非常广泛啊 包括了我们现代的新疆自治区甘肃 全境 还有宁夏回族治区 还有青海和内蒙地区 你看这梁州特别特别大啊 现在它的行政中心呢 是甘肃省的五威市 那么五威市这个为核心的地域 他们生出产的这个龙岩是青色的 就是青龙岩啊 同样的在现在的甘肃的张叶市 古称叫甘州 这里也产熔岩 但是这里的熔岩的颜色是红色的 所以熔岩它是有两种 一种是青龙岩 一种是红龙岩 但都是大力岩 对吧 那么啊 对刚才这五行属性是不是还没分 啊 这个岩为咸 咸属火啊 来源于土啊 五行小类属土 所以它是火中土啊 那么各位啊 说哎 你煎药的时候 我要要遇到这个啊 小谢心啊 这个大谢心 我加了这个盐 我想加这个盐 看古人的这个方法是不是好啊 那么 我用 我不能加这个精盐细盐 是不是 我也得找这个大力岩 加哪一种 我推荐大家可以试这个啊 我家里就买啊 这是几年前 好像这个朋友圈啊 尤其这个代购圈里 好多国内的这个同胞 希望这个英国的朋友 给他们买一些这个 喜马拉雅矿盐 这是最近一些年 非常非常这个 呃 代购圈里火炮的一个盐啊 但是现在我还不知道 是不是这样啊 因为在他的宣传里边 说这种盐 啊 是有三亿多年的历史了啊 是在这个喜马拉雅山啊 原来从海变山的这个过程 当中 这些啊 地层里的这种矿物质跟海 海海 海盐 共存啊 在通过高压 这种挤压 沉淀 最后形成的一种 粉红色的矿盐啊 因为他这个颜色 所以他又被称为 玫瑰盐 喝一口水啊 他的宣传呢 说这种喜马拉雅矿盐呢 里边有很多的矿物质 而且呢 这种矿物质呢 是我们普通的那种啊 细盐的这种十多倍啊 当然呢 呃 是不是真 他的价值真如商家所宣传的 那么样啊 我们还有待考证 我只是给大家一个建议 如果你用这个 呃 这个大喜心汤啊 我建议你呃 加盐的话 还是不要加我们的这个细盐啊 就是我们现在使用的这个经验 尤其是啊 英国的细盐 我还不太了解啊 但是我曾经看过一篇报 大家要小心啊 就是中国现在的普遍的加点盐 实际上是有问题的 因为他的加的这种点 很可能是对人体有危害 这也是 最近这些年 这个就是甲状腺的这种 就是问题 越来越多 一个因素啊 我我只能说一个因素 因为甲状腺的问题很复杂啊 跟这个盐肯定是有关系 跟盐有肯定有关系 跟精神情绪 或者其他的啊 也是关系非常的密切 我们我不能说把这个 问题全归到那个盐 但是我认为啊 我当初看过的那篇文章 说的也是很有道理的 就是中国的这个盐商啊 因为他实际上是 应该是被欧美的这个盐商控制住的 所以呢 他们在这个中国国家标准的这个 这个盐的这个标准里啊 你不是加点吗 我给你加点 但是他加的这个点 呃应该是错误的 有问题的 才会造成现在中国人啊 这个那么多出现这个甲状腺的问题啊 应该是用另外一种点才 呃 才才对的啊 我们今天 写这里给大家点一下啊 如果 呃 你也重视这个问题 可以跟国内的亲朋啊 说一下吧 那么下面就是这个醋啊 就是这个醋的问题啊 首先这两个字啊 这个第一个字 他也念醋啊 这是我们古代的醋的那个写法 后来的这个醋又写过这儿 这是从我们传说当中 九神杜康的孩子啊 这叫叫什么黑黑 叫什么黑岛是叫什么 啊啊 他传说他发明的醋以后 然后这个醋的写法 才发生了这个变化 啊 所以你看啊 这个醋 它是醋的古字 我们在日语当中 你看看日语 卖那个你看那个日本超市 卖的那个醋 它的那个醋的外包装 那个字就是这个字啊 那么我们看在明依别录当中 说醋为酸肯定是酸的 是不是啊 那么本草纲目里面也说 醋啊 和酒为用 无所不入 欲酒欲凉 我们在中医界啊 我们这个醋和酒的应用 在很多方子里面都有啊 其中有苦味的我们称为苦酒啊 因为这个醋 因为这个醋它的这个酿制最开始实际上是酿酒时候啊失败或者说失误或者说是酿的时间过长了才产生的酸味啊 因为我们喝酒主要是用的它那个辣吗用的它那个心味但是时间长了它走到了它的反方向啊金木不是交换吗最开始它是球它是酒的是辛辣之味但是时间长了它走到了它的辛辣的反香方就是醋所以酿酒呢叫酒败成醋 它的那个呃我们传说啊酒神啊中国这个有两个酒神其中一个酒神大家啊是耳熟能详的就是传说的这个杜康啊就是曹操不是就是说嘛啊何以解忧为有杜康啊杜康是一酒神之一 它的儿子啊叫黑塔啊啊传说它的儿子发明了这个醋啊传说它有一天的帮着他儿子啊不是帮着他爸啊帮着他爸爸啊这个酿酒然后睡着了酿酒的过程中睡着了他们做了个梦梦见有一个老婆跟他说哎说黑塔啊你酿的那个就是这个调味穷姜啊已经有21天了 有时的时候你就应该要尝一尝它了哎他就醒了然后呢他跟他爸爸啊就把这个事说了哎一研究哎啊有时到没到有时到了赶紧一查一查哎结果这个酒不是他们想要的这个辛辣的这个酒而有了这个酸味 他一想到这种酒而言啊嗯 他一想到他这个梦里边是怎么样的说21天21日有时大家看看啊这个醋字怎么写的 大家看看这个醋字怎么写的 二十一日年一二十一日 然后这是有时形成了这个字是醋 所以这个醋是在这个黑塔酿出来这个醋以后才写成这样 以前是用这个醋这么写的 我们中国人都认为这个醋和酒都是越酒越好 越酒越纯 所以呢说叫沉酒沉酿 沉醋如果酿造的这个酒也好 醋也好 它有这个苦味的话 我们就称它叫苦酒 醋味它肯定是酸的嘛 五行大类是属金了 它的原料都是粮食 有各种粮食 因为这个实际上它不 酒也是 它是用不同的这个粮食 以后我们可以再讲到酒的时候再说 反正醋也好 这个酒也好 它的都是酿造出来的 都是用粮食酿造的 但是最正宗的是用还是用这个豆 豆呢是肾股 胃是苦的 那么它的五行的小类的属性是水 所以醋为金中水 它是这样来的啊 好 我们来看看这个大谢心汤的这个方节 那么这个方子 我先跟大家说 这个方子是我们二十四手方子当中最为特殊的 当然我们这个下面的大补心堂也很特殊 反正就是在心的这部分 它都是特殊 因为它用的是心熟土的这个概念 跟我们平常所说的那个心熟火的那个概念不一样 所以它主方也不一样 它打破了一些规律 我们看看啊 以前我们讲的那个药啊 就是一个方子 他我讲过大部分处方 它是君臣佐三级用药体系 但是在大谢心堂里边 由于他对这个药物的剂量进行了调整 不像以前似的 加的三味药都是前面的君臣药的三分之一 不是用的三分之一的一两 而是同样的也用了同样的量 当然这个液体的这个药物啊 这个醋令论 这两个药 只子熔岩 他也用了三两 用了三两跟前面的君药和尘药的用量 是一样 所以我们不能再把他们说他们是左药 他们也是尘药 那么我们说实则 我们经常说的是实则谢其子 虚则补其母 但是我们在讲二大小二十四方的时候 我们知道我们这二十四方的祖方 这个原则在大方的时候用的是实则谢其母 虚则补其子 是用的这种难经的七十五难的这种理念 那么在实则谢其子 是谢其母 肯定就是大谢心汤了 对不对 那么我们前面的这个三位药是小谢心汤 小谢心汤 它谢的不是本葬 是心属土吗 那他的母是谁呢 是不是火呀 火生土啊 而且大谢心汤症 我们在前面分析的时候 他是不是心土军火和心包向火同病啊 那些症状里边 所以啊 他是要谢心土也要谢心包向火 那么这三个小谢心 这就是针对他的这个心土啊 军火这一部分 那么后边增加的这个三位 他针对的是心包向火 这三位 你看这儿是什么呀 两木刻土 一土补土 两补一谢 针对的是这个本葬心土 这儿的他就是什么呀 一个是一谢 这儿是水 克火 用味苦来补心包的体 来谢心包的用 这是一谢 然后这还有一个补啊 对不对 火肯定是补火的呀 一谢一补 这里还有一化 对不对 是苦咸化酸 对不对 而这个酸 是不是我们以前 心火门提出的 心之苦 缓 实际上这个缓 我上次讲过 他不是缓慢 而是通甲字 换 通换 心气 换散啊 啊 你是不是心气 换散啊 肯定是换散啊 不管你是心 就是主证 是心慌心悸 还是真心痛 这都是要命的 是不是 你心跳 你跳一百多 你试试啊 是不是要命啊 啊 你这个心肌 这儿这个 缺血了 梗死了 出过去了 啊 自己 那就要要命了 他是不是 从中医来说 他是心气 涣散啊 啊 啊 太快了 心跳 所以 这是 大谢心汤的 这个方解 啊 大谢心汤呢 总结一下呢 他就是小谢心汤的 本藏心土的两谢一捕 加上啊 这个 他的母藏心包相虎的一谢一捕一化 啊 这样形成了 本藏的心土军火和他的母藏的心包相虎同谢 将 难经的啊 母能令子虚的这种理念演化成实则谢其母制法 形成了 但是在用量上 他们这里边的这个三个药 他因为用量跟前面君臣一样 所以他不是左药 而是臣药 因为他针对的是母荡 所以我给他命名成母抚尘药 母奸尘药和母化尘药 啊 他是一君五尘 啊 这是我们二十四手方里边非常独特的一手方 好 用量和肩腑法啊 啊 肩腑法也是啊 有一些区别的啊 他有一个先肩后下 还有这个溶剂的问题 我们以前都是提到的方式都是用水 但是这次不一样了 用醋了 啊 我这标出来啊 五位固体药物 啊 前面这个五个都是固体的药物 是十五两 都是各三两吧 三五十五 那么乘八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一百二十个 一味醋 这里是液体的药物 用六升相当于我们现在一千二百毫升 那么又六位先主前五位 这个要要要先分清楚啊 这里的前五位是是指的容颜之外的五位前边的四个固体药再加上这个容液醋本身 这几个先煎啊 也就是你用这个一千二百毫升的醋来煎这前四个药啊 这样形成的五位 煎出药汤得到多少呢 三升啊 那就差不多是一半对吧 就是六百毫升 你把这六百毫升的药啊啊就是药汤倒出来你把那个药渣要去掉去渣 这个时候再加上盐啊 这不是盐是三两吗 我们说一两是差不多八克你再加二十四克左右的这个容颜啊 如果你找不着这个容颜啊 我建议你可以尝试一下这个喜马拉雅矿盐 当然你如果还有其他的更好的大力盐的选择 我建议你用那个大力盐 不要用我们的精盐细盐啊 再煎 再煎你剩下这六百毫升啊 再煎继续煎煮 这个时候那个盐又融进去了 这个时候煎到四百毫升的时候就是可以煎了 但是不是不是啊 他他可他可那个啊 没说你要把这四百毫升啊都喝去啊 他是他在这四百毫升里边又说你在服服役上啊 也就是只喝二百毫升 然后他说当大兔兔以必自卸下 剂菜菜那就是好了 痊愈了对不对 病愈了 所以我在这说啊 服药后啊 如果套用服行觉的这个前面的这个服药法 我们就说 因为他前面说可能会吐也可能不吐 不管吐不吐 他一定会有效 那么搁在这儿里边 我们要知道你吃完这服药 病人很可能会出现上吐和下泻的 有可能出现 有可能出现 但是也可能没有出现 只要你辩证准确了 是这个症你用了这个药 对了 不管他土啊 还是谢 有没有 他一定会好 啊 好 我们今天的课呢 这个啊 就到这里啊 就是也将近两个小时了啊 然后那个大家想看病案的话 我们是下一次课 因为我这个时间呀 特别的紧张啊 这个星期三星期六 星期三星期六这样啊 我这个课件呢 我这些都是新做的啊 有的啊 有的时候可能还会有一些小小的 但是都是要把握以前的那个握的这些文档呢 要给它编辑出来这个编成这个PPT 然后再转换成PBPDF 因为这个PDF我们上次和刘会长在这个尝试用这个Zoom的时候 我这个如果上传PPT的文件 它会出现很多的这个噪音 这噪音大到我的耳朵就被震聋了 什么都听见了 所以我只能用这个PDF的这个格式的这个文件啊 给大家讲啊 所以这个做这个课件呢 我又是有些完美主义 如果做的不好看不整齐 我又不甘心 所以每次花的这个时间呢 都比较长 而且呢 我的这些病案呢 它都是纸质的病案 都是手写的 要把它啊 要把它变成这个课件 要一个字一个字的打下来 这个花的时间就会更长 所以我争取呢 就隔一次给大家讲一次病案 这样的理论联系实际啊 看看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反正也两个小时了 大家看还有没有问题 还有五分钟 我们提个问 如果没有呢 我们就结束今天的这个课程 然后这个 有一个提问的 我看看 提问 看 没有看到 在哪呢 他说问大瀉心汤 如果用药粉 要加多少醋 用药粉 用药粉要加多少醋 对我们得算一下 浓缩颗粒剂 浓缩颗粒剂 这个我们可得算一下 这个我还真没算过 对 在这个图在这呢 请问大瀉心汤 请问大瀉心汤 如果要用药粉 要加多少量的醋 哎 下边有一位啊 海培 按老师煮法 一千二百毫升 变成四百毫升 是不是一克粉 加三毫升 哎 可以这样 如果只要 他这个辅行诀 有一个特点 他就是什么呀 他都是成比例的 所以这一点特别的好啊 大多数情况下 他不是都是君臣啊 都是啊 实际上是三比三 然后呢 君和君臣跟左比呢 又都是三比一 然后他那个用的这个容具 大多数时候是用的水 偶尔呢 他会用这个我们说的醋 有的时候会用酒 有的时候会用那个排在浆 但是不管他用什么 他都是按照比例折算出来的 所以你只要找出了这个 这个因为我没有算过他这个啊 但是这个因为我 我这个药粉不是我经手的 我是只开出这个方子啊 我把这个方子开出 然后这个我的这个中药供应商呢 就直接把这个方子就寄到患者家了 啊 所以我还真没有算过这个 但是哎 海培啊 提的这个 啊 我觉得可以的 你只要是按这个原原来的这个比例 是呃 你折算过是一致的就可以这样应用 然后詹艺霞问木通和通草应该用啊 呃 我刚才不是也讲了这个问题吧 就是因为这个现代的这个通草和这个木通啊 很可能他会混搭一起 如果我我开方子 那我肯定就是只要他有 我肯定是要写落在纸上 我一定是要落写通草的啊 因为呢 他不是呃 那是那个通脱木吧 啊 因为你要是开木通的话 我就是怕会惹麻烦 你这个写的这个木通啊 不管他给你拿的 是不是有可能是观木通 但是我们现在一提木通的话 都是有点谈虎色变了 就生怕这个跟一点跟这个这个马多灵酸呃在一起 我当初服务的这个诊所之叫宅克里尼克 他走的是一家高端的路线 很多这些有钱人 他他来你这儿 他也做了很多的这个准备工作 你让他吃中药 他先给你拿一张单子 你这些中药里是不是有这些伪禁成分啊 有的人就直接拿出他们打印好的这个英文的这个这个一个一个稿子 就是在英国这些药都是不能用的啊 包括了我们的那些动物药 一些矿石类药 还有一些就是类似于就是含马多明酸的药 这些在整个他们有一个欧盟的草药法 他把这个欧盟药法的这这个东西这材料拿过来给我们看 他说你要是能保证就是你给我的这些药里不含这些成分 我才能考虑吃啊 所以他们是很小心的啊 在这个英国就是给因为针灸啊 已经是非常的普遍了啊 不管是中国人渣还是外国人渣 反正这个疼不疼的啊 有没有效的 大家民众都是很能很很容易能接受的 但是你要想说服啊 起码是我的这在英国11年了吧 啊 我的体会是要想说服老外他们就是 这个吃中药还真的是不容易啊 要做的准备工作挺大 说服的工作挺大 而且呢 在法律上我们呢 要先怎么说呢 立于不败之地啊 保护一下自己啊 如果这是我刚才说的第一个 我的一个建议 如果第一个你还担心的话 我建议呢 就用第二个方式 就是用张大昌先生的方式啊 你也别开通草或者木通了 你用苦身试试 因为张大昌先生研究抚兴觉 研究了一辈子 他认为啊 可以用苦身来代替这个通草也好 木通也好 就是在这个啊 小信心大信心当里面 你可以试着用这个啊 我希望是不是就可以那个回答啊 沾一下啊 同学的这个问题呢 发一个啊 我希望我听懂啊 我的这个解答应该能听懂啊 我就是给大家两个建议啊 一个是啊 因为这个要不是混着的吗 因为在中后在在在宋之后 这个又混在一起了 在前面那个本经 门一别录里边 他又说的跟后世呢 似乎又有矛盾 所以呢 这个药还真不好选 那么为了保护我们自己啊 我建议啊 如果你是啊 用生药的话 我建议或者张大昌先生的备选答案 应该更更适合吧 啊 大家可以试一下 好吗 好吧 就到这吧 两个小时了啊 咱们今天就到这了 有什么问题啊 咱们这个学习询问啊 谢谢大家 谢谢刘老师 谢谢刘老师 辛苦了啊 咱们这个周三见 周三见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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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